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141章现在怎么办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李燕理了李思旭 他觉得现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刚才情绪太过于激动 他完全乱了方寸 无线电被干扰了 祝福你的队友们吧 叶浩轩取下了耳麦道 我觉得他们 凶多吉少 不 不会的 那么每个人都不是普通人 李燕又激动了起来 他们每个人都不是普通人 但是他们每个人遇到的东西 也不是一般人能见得鸟的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边走边道 你哥可是保证过 要带每一个人都走出这个地方 可是现在才刚刚开始 他就死了三个人 我今天才发现 原来装逼可以装的 像他那样清新脱俗的 李燕不说话了 因为他知道 他们的这个小队 有些时候 是有些自大了 但事实上 他们以前遇到的任何危险 都没法跟这一次的危险相比 刚见面的时候 你哥就说 你们遇到过的东西 是我这辈子都无法想象的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笑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道 我不知道他到底能遇到什么大场面 但是对于今天的这些场面对我来说 不过是普通的场面 因为我遇到过更危险 更匪夷所思的东西 叶浩轩所说的不错 今天的这些场面 对他来说 不过是小儿科罢了 以前他遇到的 不管是时绝音帝的怪物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好 都比这里惊险多了 刺激多了 李燕不说话 他默默地跟在叶浩轩的身后 跟着他一起向前走 现在遇到的情况 跟他以前遇到的套路不太一样 他以前的东西一点也用不上 只有跟着叶浩轩走 突然 一条人影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这条人影一身黑色的特种作战符 赫然是队伍中的两个人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小五 小六 叫做小五的队员受了重伤 他胸口有一个血洞 血洞里面在向外面躺着血水 小六一手扶着小五 一手持着枪向前警惕着 自己人 李燕连忙放下了手中的枪跑了过去 他看到身上血流成和一般的小五 不由得失声喊道 小五 你怎么了 我们刚才所在的区域 出现了大批的狼人战士 他们好像是疯了一样 一句话也不说 只会对我们疯狂的攻击 小六晨声道 小五受了伤 他现在的情况很严重 小五 李燕连忙接过小五 把他平放在地上 然后他扔下手中的枪去查看小五的伤势 小五身上的伤势很严重 他的胸口似乎是被什么力气给抓中了 现在他的胸口向外躺着鲜血 李燕用手去堵他的伤品 但是他越堵 血就越向外躺得厉害 快 急救包 小五快不行了 李燕早急的说 小六连忙拿出急救包 递给了李燕 李燕迅速的打开了包裹 从里面抽出一支强心针 然后用一种喷雾剂去喷小五身上的伤口 这喷剂是强效止血剂 一般来说 只要不算是太严重的伤口 喷几下马上就可以止住鲜血 但是这一次 他不停地向小五身上喷 一瓶止血剂几乎快用完了 这才堪堪地止住了小五身上的血剂 李燕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扯过一条绷带 开始为小五包扎伤口 没事了 小六见小五没事了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手中的枪口垂下 注视这小五 能告诉我 你们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叶浩轩走上前问道 我们正在按照原定计划前进 本来那个地方很安静 但是不知道怎么了 一群狼人悄无声息地 把我们给包围了 我们奋力地出击 打退了一部分 但是那些狼人越来越多 小五为了护我 他 他受了伤 小六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还年轻 他虽然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斗 但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这样的战斗 他亲眼看到了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伴 倒在了自己的跟前 这让他感觉有些接受不了 那些狼人战士是怎么样的 叶浩轩又问道 我说不清楚 只是感觉他们没有理智 他们很疯狂 甚至是同伴之间也会相残 而且数量相当的多 这个地方的狼人军团 恐怕已经全部出动了 小五定了定神道 没理由这样的 叶浩轩皱了皱眉头道 这个狼人军团要激活 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短时间内 他们是不可能这么快地完成激活 而且拥有这么强的战斗力的 而且他们虽然有狼人的基因在身上 可是他们并不是那种没有理智的人 准确说 他们都是人 有着正常的思维 他们怎么可能会攻击自己的同伴 叶浩轩摇摇头道 这有些说不过去 我 我不知道 他们陷得太突然了 小六低下了头道 受伤的人本来该是我的 可是小五替我当下了一名狼人的攻击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为他止血 叶浩轩突然问道 这 小六愣了愣 他脱口道 当时的情况太过于紧急 我没有来得及替他止血 狼人的数量很多 你是怎么带着他突出重围的 叶浩轩又问 拼命 我用尽了我所有的武器 这才从他们中间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六答道 呵呵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就算你出身在精锐的特种部队 就算是你身上有在先进的武器 但是据你所说 狼人军团的数量很多 你不是三头六臂 你是怎么逃生的 叶浩轩死死的盯着小六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在怀疑我吗 小六怒道 叶浩轩 现在是关键的时刻 我不允许你乱下结论 小六是我们的人 他有绝对的忠诚 你不能怀疑他 正在施救的李燕 突然站起来激动地说 哦 是吗 叶浩轩笑了 他冷冷地说 李燕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凭着关系 进入到这个队伍来的 你的实力或许不错 但是说真的 你的心理素质 真的是差到了极点 谢谢大家